这种草 哇 这全部是藤卖啊 像这种草 它怎么炸呀 如果是用这种机器 很多朋友说 他买回来的这种机器老是缠轴 那我们这种机器会不会缠轴呢 今天呢我就用这台6.8吋的机器给大家展示一下 用它加工这么多 红薯藤 而且是新鲜的 水分特别大 咱们看看它会不会缠轴 另外呢 会不会堵上 咱们看一下这草打的 这含水量如何 看一下这含水量 我去 不堵草啊 不堵草 可以看到啊 非常干净 看一下打成什么样 这含水量 非常大了吧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大量出来的草 效果到底如何 喷到墙上 我先沾上去 哎呦我去 你说这草养猪它不行吗 养猪觉得没问题吧 但是如果你养牛的话 用这种料 养牛可能太细了 但是 没关系啊 看一下这个位置 现在是短档 养牛的话 您切成长档 出来的料更长 估计那样养殖加了的也可以啊 好了 如果您觉得小哥的机器 挑适的不错的话 给小哥点个关注 点个赞 感谢大家支持